位在台中的台湾大道四段 有一家隐身在高楼的法式餐厅 挑高五米的用餐空间 户外阳台还可以远眺整个城市天际线 用餐气氛非常的舒适而且自在 招牌料理是这道经典的威林顿牛排 主厨选用了美国菲利牛 搭配法国鸭肝以及意大利黑松露 用手工饼皮包覆起来烘烤 吃起来肉嫩多汁 嘴里弥漫着非常浓郁的松露香气 另外还有这道北海道干贝 这料理可就考验刀工了 要把干贝切成0.3公分的薄片 配上了鲜甜的鱼籽酱 每一口都令人回味再三 整个餐厅的环境非常的好 在顶楼的部分可以看到整个七旗的地步 从餐厅阳台就能看见台中七旗的天际线 一旁还有高铁穿梭在城市之间 形成一股美丽的画作 镜头转向餐厅 内部的用餐氛围更有利于一种风情 环境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它是挑高的大厅 然后所以就感觉很舒服 然后气氛也很好 我们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酒厂 所以其实让客人走进来的时候 不会有太大的腰迫感 而且我们的色系都比较偏深色 也比较暖的深细 所以其实在你在吃饭的时候 其实真的可以很优雅 慢步调地慢慢地吃 舒适的环境 令人大大享受惬意地用餐时光 端上桌的美味佳肴 更令韬客惊艳 有北海道生食干贝 角白笋浓汤 法国鸭肝 柳橙甜菜塔 和耗食费工的英国经典民谣 威林顿牛排 中间加了一些鸭肝 整体吃起来感受得到 我们主厨的用心跟创意 酥皮配上旁边的黑松露汁 是非常完美 绝配的口味 香气富裕的威林顿牛排 能令韬客一再回味 秘诀就在每一个细节都要非常用心 因为它必须要包着酥皮 再做二次烘烤 那一开始我们在煎的时候 就需要去掌握它的时间 当然不能一开始就直接把它煎到 一开始就应该有的温度 嫩煎好的牛排要再经过二次烹调 所以一开始只能煎到三分熟 肉质才不会过柴 接着在酥皮上摆入黑松露 牛排和鸭肝层堆叠 每一层都影响牛排的口感 所以配料的比例拿捏就相当重要 那当然每一个功课数都必须要精准 然后加上最后再放上60克的鸭肝 让它每一个层次跟高度是 好符合顾客所使用的分量 制作备工的威林顿牛排 酥皮结合牛排和松露的味道 弥漫出浓郁的咸香滋味 光闻就令人食指大动 饼皮包覆松露蘑菇酱 菲力牛排和鸭肝 一口吃来层层堆叠的好滋味 令人无法抗拒 那骨排不错 因为它是用手工饼皮 去包覆那个菲力牛排 那个菲力牛排肉质蛮好的 很软嫩 它鸭肝很好没有那个腥味 在我认知里面 我觉得那个鸭肝应该超臭超臭 它这个不会 蛮好的 客人品尝精致美味 搭配的开胃小点 有外观精美 主厨手工制作的柳橙甜菜塔 鱼饼虾卵和意大利松露饭团 看起来的感觉是像榻榻米 然后上面有三样甜菜 看下去是蛮好吃的 但是柳橙鱼甜菜的搭配 滋味独特酸甜 然后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清爽 鱼饼脆口 炸上新鲜蝦软 充满浓厚的海味 忍不住想再吃再吃 原来饭团也可以做这么精致 这么 不用很多料 但是它就很有 它的独特的一个香气 它炸得刚刚好 然后不会很硬 口感吃起来是 非常的刚好舒服的 质感细腻的法式佳肴 让韬客吃饭感受到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每一处细节都是餐厅主厨许佑铭 经过设计的巧妙安排 吃饭的时候不单单只是要好吃 它也要好看 我会想要做法式料理的原因是因为我 我喜欢东西是好看的 然后同时它也是好吃的 希望兼顾视觉与味觉呈现 许佑铭出社会之后和留发的新加坡师傅学习法式料理 每一道都是他花时间磨练出的好味道 像是需要极致刀工才能片出饱可透光 0.3公分的北海道干贝料理 就是他苦学而来的心血成果 做法式料理其实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做法式料理不管你刀工要好 你的色彩却要好 甚至你的调味跟你手的灵敏度都要很好 做法式料理的厨师必须要花 全心全意的投入在餐饮上面 这道北海道干贝佐鱼子酱 腌制萝卜和姜汁味淋酱汁的料理 外观看来像是一盘充满艺术气息的美丽画作 高雅别致令人赏心悦目 一入口鲜甜滋味叫人难忘 我们干贝加上我们的鱼子酱 加上我们腌萝卜的口感 蛮弹牙的在咀嚼的过程之后 非常的棒 客人大大赞叹的 还有口感层次丰富 结合法国鸭肝 伊比利小李奇黄金蛋 和松露鸡肉酱汁的创意法式料理 我就打开说 我觉得那个松露香气怎么扑鼻 对 然后觉得这是什么 然后它说的是一个半熟蛋 所以切开的时候刚好那个蛋已经留下来 然后搭配它旁边那个松露酱汁还有鸭肝酱汁 就很滑顺就是很香 客人意犹未尽的 还有许佑鸣使用在地食材 创作出的角白笋浓汤 那里面放的是我们云云产的刹锁鸡肉这样 我里面是用角白笋下去烘烤 然后跟鸡汤下去熬煮之后大声 去做了一个角白笋浓汤 角白笋浓汤以素雅的小茶杯盛装 上头再摆放角白笋脆片 造型精巧宛如一杯热咖啡 可爱的模样令人完全猜不透 原来它是一杯浓汤 就很可爱一个小杯子 然后上面有一个薄片这样子 一般角白笋人家就是没什么味道 可是我觉得它的浓汤就是 让人家觉得很鲜甜 然后它里面有那个生火腿 生火腿的话它就是咸香咸香的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 提高那个蔬菜的鲜甜味 每一道料理都如同一道风景 令人值得细细品味 背后蕴藏了徐永明对料理的热忱 因为我觉得法式料理它既需要美感 然后同时也需要菜色上搭配的好吃 没有去想那么多 就是一路一直做下去 一直坚持下去 一直努力下去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朝着喜爱的厨艺之路前进 哪怕路途崎岖难行 许永明依旧努力克服困难 他希望来餐厅的客人 享受舒适的环境之余 更能品尝到真切且细腻的法式佳肴 好 再见 再见